Babe 你在我心里 已是最美的girl Baby 不用太刻意 爱会发生在everyday 和你一起的时候 多希望太冰冻 爱上你我肯定 爱你以后的每一天 Baby 你就是我心里的唯一 Baby 我就在你心里的永远 Baby 这一切最美丽的 这一切最美丽的 这就是爱 Baby 习惯了重复 爱上你 我终于找到我的 It's my love 我终于找到我爱的 And my love 你爱的 这就是爱 Baby 习惯了重复 不爱上你 我终于找到我的 It's my love 我终于找到我爱的 And my love 你爱的 It's my love stol 哎 是 行 好 São 你给我一次面子吗 原谅他 好吗 放离住 我怎么去住 怎么在爱里为家幸福 想一点自由就变幅 太多了你说我的关心是一种束缚 怎么在爱里为家幸福 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 无心犯的错误 你这么做到底是什么意思啊 你明明知道我跟子齐是有约定的 你也知道我这么做是为他好 你为什么要蓄意地破坏 为他好 你让我儿子去当打杂的小弟 你让我儿子跟在客人后面点头还要的提东西 这哪门子的好啊 我这么做是为了让他成长啊 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已经惯了一个人吗 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已经惯然一星了 难道你看不出来他已经不再是过去那种被宠坏的少爷了吗 你不要说这么多废话 反正现在子齐的身份已经曝光了 刚好可以停止你这种幼稚的游戏 你现在就升他做总经理 你这种搞法只会让他一辈子没有出息你知道吗 好在子齐够真气的 他没有被你拉回到过去那种炫富的那个泥罩里 秦莫白请你搞清楚我可是公司的董事人 我会请财务长跟你谈个好价钱把你的股份买回来 你这么高调的要到高利百国公司去投资 还在我公司挖脚想要跟我竞争这些事情我都清楚 请你出去吧 你不要让我更确定我这辈子唯一做对的事情 就是跟你离婚 你 你要我找警卫把你赶出去吗 sel是 咳咳咳咳咳咳咳ários 咳咳咳咳acts 大 sicher 吾皇龙体安康 万世万世万万世 你不要这样子好不好 我还是之前那个情子情美 每个月三万三的营业部专员啊 看到没有 看到没有 正所谓上山的龙低着头 下山的龙抬起头 这就是当红一哥的气度 大家为他鼓鼓掌 请专员 小弟我能够跟像您这样 有气度 又谦卑 又有个子的青年才俊起工作 消失我真是与生修来的福气啊 我千辈子应该是 民族英雄投胎来着吧 是不是啊 夫人好 耍什么宝啊 他快给我出去 你又怎么办 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 我不知道跟你说什么 我是你妈 你不知道 你跟跟我说什么 你能不能不要干涉 我跟沈杏仁交往啊 沈杏仁到底有什么好 你又为了她 要跟你妈翻脸 我拜托你啊 她配得上你吗她 我配得上她吗 我们能不能修正一下自己的价值观 为了自己的梦想 努力付出一切有什么不对 我不管 反正我就是不要你跟一个烟匠菜的村姑母女 绕合在一起 你这样 你叫我怎么跟我的朋友解释啊 你叫我面子往哪儿放 我爱跟谁在一起不用跟任何人解释 不是 你不要什么都只看外表 会不会太肤浅了 我肤浅 是你不知道妈的苦心吧 感情的世界里面没有谁比谁高贵 也没有谁比谁低贱 我想你要的应该只是钱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沈杏仁 不 智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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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来钱永远不喜欢新人姐 那我跟沈杏仁要保持点距离 不然她永远是妈亲 我说你们两个都个屁啊 美国总统欧巴马曾经说过 大千世纪 男婚女爱 俗世无知 大惊小怪 这晴智琪是我们董事统的独生子 她接班是迟早的事 再说 杏仁节受名业不能 她要是哪一天当上的董娘 咱们几个鸡犬就升天了 紫月 富贵险中求 知常选边债 更何况 我们是正义的一旁 有何是离爱的一旁 紫月婷 紫涵 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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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你 紫月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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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 老的小的都怪我 我不过就想对自己的儿子好一点 我疼我儿子 我哪里错了嘛 夫人你疼紫月 没有不对 总是想让紫月到基层磨练 也没有错 错的是紫月身边的人 你是说 沈杏仁带坏了紫月 是谁带坏紫月的 我不清楚 所以不能乱说 但是你可以多观察 找出影响他的人 劝那个人离开紫月 那如果那个人 好说得说 他都不肯离开呢 夫人比我聪明 一定能找出办法的 你应对得体 贴心又懂事 我们紫月怎么这么没眼光啊 夫人夸奖了 可能我在紫月心里 还不够好吧 你不够好啊 那还有谁好啊 你放心好了 这件事啊 我会处理的 夫人 我真的不重要 我只希望紫月能早点体会 夫人和董事长的用心良苦 接掌金施百货 带领全体员工 再创搞风 沈妈 我明天就要回去上班了 我不在的时候啊 你一样要像今天 把饭都吃光光哦 乐乐啊 嗯 这咱们哦 让你没赢呢 沈妈谢谢你啦 谢什么啦 杏仁就像我的好姐妹一样 沈妈就像我亲妈妈一样啊 照顾你是应该的啦 请问你找谁 我是秦子齐的母亲 有点事想单独跟你聊聊 乐乐 嗯 你先出去一下 好 哦 这位太太 探病时间只到十点 你可要注意时间啊 还有 你可不是这家医院的董事 讲话不要太嚣张 哎 秦太太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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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啊 不用啦 我站着就好 还有 我跟秦子齐的爸爸 离婚已经很久了 叫我叶董事 叶董事 我再说呢 啊 子齐怎么长那么帅 原来她妈妈哦 长得这么漂亮啦 哎 这你应该不可遇哦 赐给妈了 你这么有钱 你可以自己买啊 顺便帮公司充你业绩嘛 你怎么也变得这么小气啦 果然是被人带坏了吧 我问过医生了 他说你过两天就要动手术了 你还好吧 谢谢啦 谢谢叶董事的关心 哦 还有哦 谢谢你的帮忙 我有听我们家信人讲哦 那国外的医生哦 是你帮我们请来的 请国外医疗团队过来 在你来讲 可能是这辈子 连想都没想过的事情 但对我来说 不过是一件小事 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哦 哦 我是乡下人啊 我没有见过什么四面 可是我们家信人不一样啊 他是大学毕业的 哦 那也没说外交啦 可是哦 他真的很乖很听话 还有啦 你们家紫棋哦 长得那么帅 又那么善良 她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呢 我们家紫棋本来就很优秀 不用你来告诉我啊 紫棋最大的缺点就是心太软 看到弱势的人哦 难免同情心就会多了一点 我这么说没有其他的意思 你千万不要夺心哦 请进 郑经理 封副总让我回来上班了 不好意思让你失望咯 没事的话你可以走了 幸好封副总的眼睛是雪亮的 才没有让有心人事的轨迹得逞 什么轨迹 那就要问有心人事咯 我现在很想看看陷害我的那个小人 会有什么样的报应 后来就得到 快快回来上班 你很高兴吧 你好厉害 你想说什么 你真的是让我见识到 什么叫玩弄特权 自己穷了货 不用负责 就连身边朋友出事 你都可以cover 这算不算一人得到鸡犬升天 金师百货 有你这种滥用职权的员工 真是令人遗憾 更令人不迟 郑经理 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组长而已 我哪有什么特权 没有吗 你在今世代的四年默默无闻 你认识紫棋之后 就升官加薪一帆丰盛 你一开始就知道紫棋是董事长的儿子 所以才故意接近他的 对吧 才不是这样 我一开始根本不知道秦紫棋就是董事长的儿子 你不要跟我解释 我只是转述同事们的说法 你不要以为有紫棋当靠山 你就可以有事无愧 两个不同世界的人 硬要凑在一起 到最后难堪的 只会是你自己 郑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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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情的事情 不用你来教我怎么做 这是我跟秦紫棋两个人的事情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妈 你明天开刀要禁食八小时 晚上十二点以后连水都不可以喝了 我知道 跟妈几十年的胃 就要跟她说拜拜了 姓仁啊 那以后 妈没有胃 就会变得比较瘦 双下巴也会不见 就会变成瓜子脸 那我们两个人就越来越像 去买菜的时候 人家就会说我们两个人像姐妹一样 我们现在就已经很像了 不管你是双下巴还是瓜子脸 我都觉得你是最漂亮的 你再这样漂亮下去 我很怕人家以为我是你姐姐 你越来越会讲话 嘴巴跟紫棋一样 越来越甜 有吃口水有渣郎 妈 你在讲什么啦 什么口水啦 是的啦 以后哦 紫棋的爸爸妈妈你要孝顺耶 要听话知不知道 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媽 我現在只希望 妳明天開刀順順利利的 然後趕快好起來 我們一起回家 會啦 會好起來啦 妳那麼用心在照顧我 會好起來 奇怪 裡面怎麼都清不乾淨呢 來 嘴巴張開 來 使經理 關我 樂樂 真的是妳嗎 不 我想一定是因為 思念是一种很玄的东西 而且思念是一种病 所以你的影像才会出现 在我脑海里的 那要不然我还能打你一巴掌 如果会痛的话就代表是真的 我们试试看 不用 听你这样的语气 就知道你真的回来了 恭喜你回到我们 金石百货的工作岗位 也恭喜你终于回到 我隆隆的怀抱 从今天开始 看你每天晚上想要吃什么 经理都请你 法国料理 日本料理 还是热炒一百 我要吃你 今天什么要开单 我没有心情帮你吃大餐啦 不好意思啊 乐乐 乐乐 等一下嘛 史经理你干嘛啦 你先不要生气嘛 帮你剪就是了嘛 每次遇到你都没有好事耶 快吃 行 그러면 announcements 危险和楽 怎么今天好像没有看到清子齐来上班 快去找新人啦 我想起來了 我葉翔姐 謝謝你 沈敬禮 姐姐 妳謝謝你 妹妹 她抱我 妹妹 她抱我 你不抱我 我就無法啟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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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是證據 報告副總 我非常地確定 當初我只有寫下 予以未留四個字而已 副總 千誠跟李俊 看似不相干 但其實都有個共同點 那就是鄭凱兒 你不覺得這太強了嗎 但是跟這件事情有關聯的 除了鄭凱兒以外 還有樂樂 副總 我已經調過監視器畫面了 我敢用個人的去留做擔保 樂樂絕不會偷拿李俊 一定是鄭凱兒 這件事你有證據嗎 這 沒有 但副總 樂樂她是一個天真 無邪 可愛 善良 又有正義感的女孩子 這一點你應該比我更清楚 她絕對不會是偷錢的人 樂樂一定是被冤枉的 我敢發誓 我大致上了解了 但是因為這件事情我們沒有證據 所以更要小心求證 我麻煩兩位先暫時保密 不要張揚出去 明白嗎 是 不懂 那你們先去忙吧 如果沒什麼事的話 經理先回辦公室了 誒 時經理 那個 剛才謝謝妳幫我說話 如果之前我對妳不禮貌的地方 我跟妳道歉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惡樂 清理剛才有聽錯嗎 我剛才是妳在跟我 那妳要不要再說一說 妳對經理這個人的看法 是什麼啊 其實妳沒有那麼討人厭的啊 好嗎 我會不會再說一遍 我會不會再說一遍 對是 我會不會再說一遍 對是 你好 我有新闻要爆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什么 志愿 你来了 妈 你不要怕 我会在外面等你出来 志愿 你帮我陪陪信任 那好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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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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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開大條就叫浪漫啊 那我直接捧一箱現金送給他 那不是浪漫到底啦 Shallow 那不一樣 經理 名表 名牌包 項鍊才叫Shallow 而且送鑽劍呢 有他特別的意義 什麼意義啊 戒指呢 代表一個男人對一個女人的承諾 一般的男生是不會隨便送這個的 除非他要對這個女人負責一輩子 所以戒指呢 就是一輩子的承諾 哇 好浪漫 還在看著你的臉 我怎麼覺得一點都不浪漫 去忙你的 小姐 醫生 我媽她狀況怎麼樣 手術很順利 戴醫師呢 不怪是權威 她的技術呢 真的很高明 病灶切除得非常乾淨 現在呢 就等你母親在回復室呢 回復醫師清醒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把她送進病房了 那之後呢 我們用化療來控制 要治癒她呢 非常有希望 謝謝醫生 謝謝 應該的啦 沒事啊 你妈妈手术顺利吗 你来这么干嘛 我来付医药费啊 叶夫人 很谢谢你 找这么好的医疗团队 来帮我妈看病 不过那个医药费 我们会自己想办法付啊 医疗团队的机票 住宿 再加上特殊指定的药物 差不多七百万 你妈妈手术顺利就好了 一点缴钱就不要跟我计较了 紫棋 妈有话跟你说 干嘛过来 用什么话在这边说就好了 没关系啦 你们去 我在这边陪我妈 我看呐 刚才我也来生产大病算了 看看你会不会像对沈静人他妈那样对我 你找我来到底要说什么 妈找你来 是想告诉你 妈同意你跟沈静人交往 你该不会又要开出什么条件吧 没有条件 妈想过了 既然你那么喜欢沈静人 不管我怎么说啊 你还是坚持要跟沈静人在一起 那我又何必要做个坏人呢 让你生蛙的气 不认我这个妈 那天我跟沈静人他妈妈聊了一下 他这个人是真的很亲切 连我这个铁石心肠的人都喜欢上他了 现在这样你满意了 嗯 那还不快点给我过来 来 我就知道你醉了 当然了 我对你一个宝贝嘛 什么还好吗 什么还好吗 嗯 他回去了 他要找你什么事啊 他说了一些有关于我们两个的事 他说什么 他答应我们两个骄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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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嘘 不认得了 谁 没束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對不起 我知道最近發生一些事情 讓你很難受 我知道 其實有很多事情 你一直都幫我承擔 不管是因為我媽的病 還是因為我 真的很謝謝你 願意陪在我身邊 我殺了 你不該 沒有 我沒有 我可以 一般男人 都会随便送贴士给女人 除非她想为这女人 负责任一辈子 这是我今天逛街的时候看到的 我觉得很适合你 这个好漂亮哦 谢谢秦妈妈 过两天我们女人帮有个定期的聚餐 秦人要不要跟我一起去见个室女 你说过只要女人就够了 就算不接班也没有关系 没有你我接班要干嘛 听说啊营业不合成性能啊 老早就知道秦子祺是董事长的儿子 人不要人天下无敌 公司最近发生这么多事情 郑经理你看完之后 就会知道我在说什么了 千千坚持不哭 曾经他们和我一样像是幸福 一次的痛苦 一次理由我就能走出 怎么在爱里为假幸福 少一点自由愁辩服 太多了你说我的关系是一种束缚 怎么在爱里为假幸福 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哭 无心犯的错误 怎么在爱里为假幸福 太多的微笑也比不上一滴眼泪的哭 无心犯的错误 是西方的错误 你也不在乎 他唯一输 你也不在乎 我爱你 你也不在乎 你也不在乎 感谢观看